为了鼓励辖区内的长辈们多多走出家门和社区相亲朋友们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新北市卫生局每年都会为银法族来举办健康活力秀活动 在金山区的中山堂所进行的健康活力秀活动 就让各社区的阿公阿嬷全部都动了起来 大家热情来推广自己的社区展现热情与活力 为鼓励长者走出户外融入社区新北市卫生局 每年都会为银法长辈举办的年度盛事健康活力秀 今天上午在金山区中山堂举行 现场集合了石门金山万里山区的长辈 以分组竞赛的方式进行展演 现场好多社区的阿公阿嬷都盛装打扮 跳起舞来力所又卖力 就是要大显身手拿下好成绩 在今天在北海岸有四个区域 然后金山万里三支石门举办长者健康活力秀 主要是要让老人家能够走出来活到老 动到老 然后能够健康永远快乐 真的好开心 尤其是刚刚看到我们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家 去年的返串秀 今年沿用到我们万里的特色 这表演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海浪 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些老人的创意真的是无限 我也期待说我们地方政府 能够长期办出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们这些老人家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除了可以表演之外呢 他们平常也可以联络感情 看着阿公阿嬷们的卖力演出 让不少在台下的观众都感染到热力 现场也都跟着跳了起来 而不只是社区的长辈 就连地方的大家长 金山区长也一同共襄盛举 与长辈们一起跳了一段圆集舞 今天啊我有参与了我们那个金山 我们园局舞工法协会的这个 这个杰慧郎 我跟他们一起跳园局舞 跳来 这个整个身体很健康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包括金山 所有我们四个区 每个人所有的杰慧郎 中间都可以啊 上上来参加这种活动 九十二岁 九十二 心情啊快点 他轻转一下啦 他不能在家里这样 这样烦恼当烦恼在 而今天参赛的队伍共有十五队 包括社区太极舞排 舞健康操等等 大家都准备了好久 其中也不乏有九十多岁以上的长者 特别的是各个社区的长辈 都用心的在表演中加入了地方的特色 就是要边推广自己所在社区的美 也边展现不输于年轻人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许端映道品函 金山采访报导